这里吗 赵连海告诉执行法官 欠钱他就还钱 这他是知道的 也一再跟执行法官说 他一定会偿还欠款 那么执行当天 赵连海能否偿还欠款呢 由于赵连海没有办法偿还欠款 执行法官决定将赵连海带回法院 随后赵连海穿上衣服 与执行法官一同回到了法院 这样的是一起民间接待纠纷执行一案 那么申请跟被执行人在1999年 双方签订了一个借款 借据一共是本金24000元 约定的利息是一份利 申请人陈先生是被执行人赵连海的姐夫 当时赵连海找到陈先生 管他借24000块钱 应应急 并告诉陈先生钱不白借 还给陈先生利息 陈先生一和借小舅子都张嘴了 那肯定是遇到啥难事了 再加上赵连海还答应给他利息 陈先生就同意了 随后双方写下欠条 借款期限为两年 刚开始赵连海每个月利息从来没差过 可是好景不长 这还款还到半年左右 赵连海不仅是利息不给了 就是到了约定还款日 赵连海连欠款本金都不给了 一要就以各种理由推脱 起初陈先生碍于亲切的面子上 一直没有跟赵连海催要的那么紧 可谁承想 这笔欠款赵连海一拖就拖了快20年呢 陈先生实在是忍不了了 于是在2018年的时候陈先生将赵连海 起诉到了法院 经过法院的调解 双方达成民事调解书 双方约定赵连海于2019年1月31日前 一次性偿还借款24000元 可是赵连海并没有按照调解书还钱 于是在2019年的时候 陈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咱们法院在申请人申请的情况下 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 这个案子是2019年开始立案 那么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到现在 在此期间被执行人一共向申请人履行过两次 共8000元 目前还剩16000元没有履行 执行法官回忆到 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 他们曾找到过赵连海 当时赵连海跟申请人 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 每个月偿还4000元 直至欠款偿还完毕为止 可是好景不长 赵连海只偿还了俩月 就又没了动静 因为以前咱们多次去被执行人家去找过他 但是他都没在家 一般都是他爱人或者是没有人 那么给他打电话 他就推迟说自己在外地打工如何如何 也对他采取私信宪告等等一系列措施 包括对他名下的财产也进行了 赵连海被带到法院后 主动跟执行法官说起了自己的难处 不说这申请人是咱亲近吗 是不 对啊 我说这个亲近礼道的咱管他借这个钱 咱干啥用呢 那时候开厂用的 把投资呗 对投资了 我给他一部分了 原来给他个几千 给他个三四千块钱 完他不承认了 那亲近礼道谁能打条那呢 不承认了 完又给我几处了 几处完让我给他那钱 不是不给他 完他还中间吧 还有一个村上欠我个钱 欠我钱吧 我中间给他 我说这钱给你了 归你了 完他哥死了 他没要出来 完又找我要吗 这钱 就这种事 那亲近礼道谁弄呢 问你 就是咱说的意思 咱中间确实还了他钱 还了他钱 也说两条 也没干啥 对对对 亲近礼道 我姐 我的弟弟 你说谁能用这几千块钱打条 都这点事 他哥吧 当时我跟他修了什么 有一份钱 没要来 我说这钱给你了 你要来归你了 这钱 修着来手 我跟那块 修着来手 一共两万块钱 我这钱都给你了 你哥 跟你哥要 他哥也同意了 他哥突然间就死了 就这种事 他们要来这钱 牧师又要这钱 要两块 可不是 赵连海说 他当时给陈先生的哥哥 干自来手的工作 工资大约2万多块钱 赵连海合计这2万多的 就当给陈先生顶战了 双方也都同意了这个想法 可是万万没想到 陈先生的哥哥突然去世了 工资也没给赵连海结 这笔钱也就迟迟没有还上 我也不给他 要同意一直给他把钱了 这2年再拉拉的 那咱大概还剩多少钱没还 还剩1万6万 还剩1万6万 只用费咱也不拿 这几行 这要有的话 现在不都给他了 谁不能给他那钱 那咱现在没有能力还这个钱了吗 没有那么多 要有的话不 零件给他了 我和这个人抓了 你哥家伙子 直接给你转账 这完事了 我和别上这家来 就像车龙里 咱现在是没有收获来源吗 还是 有收获来源 不是啊 那广红的 现在他没入网 那没入网 那钱没下来 下来的给他来 赵连海说 现在的工程款没有下来 所以手里拿不出来钱 偿还给陈先生 正在此时 赵连海的亲属 给他打来了电话 我说 我说给他拿3千5千 人家不同意 你知道不 不同 有的经济 把他今天一往现在丢不着 赵连海告诉自己的亲属 他手里现在 只能拿出来3到5千元 多了真没有 最后就挂断了电话 那我告诉你啊 你现钱不交的事 我就相当于你没有旅行 你说你想还 你也认账 说一道可好 现在还钱 但是你最后你不还 你说你现在没有 那跟没还一样 你说那都白说 我说给他钱 钱呢 我现在只看钱 钱不在这 就包子 钱不在这就不行 听到话 那我给你转钱 我现在哪有钱呢 我不得借来给你转账吗 赵连海告诉知情法官 他现在手里没有钱 只能跟亲戚朋友张了借钱 可是时间大约过去了40多分钟 赵连海一个借钱的电话都没有打过 赵连海告诉知情法官 他当天只能还3000到5000元 剩下的欠款 等他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再还 执行法官告诉他 只要申请人同意 他的还款方案就可以 随后赵连海给他的亲属 打去了电话 你说那完了 一共还差一万六 你问我什么意思 你他有电话 你给他传上话 你问他今天给他拿3500元行吗 那钱的话 你让他只能去别挤着我了 别别闹了 别找我了 等我拿着钱 下来拿着给他问的行吗 不行的话让他挤着我 一马现在得不着 你给我原话问的 我让你回家上家照顾我妈的 你告诉我原话 我几天都待着 你说差点几天 我四天都待着 他有啥事 我跟他待着 等什么 我跟他待着 一马现在不给他臭美 你问他 你问他 你先拿着别的无所谓 欠的钱还那 我只能给他 一马现在不差 我给他 你看我咋整的 你看这不说 我给他拿钱 你问他 啥意思今天 你问他 我给他拿钱行吗 我问他 拿个三千四千 就问他行吗 行的话 我这时候你给他 资讯区这时候打电话 刚才资讯区就不管了 资讯区费上我一给 挣他钱往后 啥时候有啥时候 给他问的行吗 他同意了 行 你让他给他打电话 不同意 咱那些人不同意的 行吗 资讯区费上我 挂断了电话 资讯区费上我 你也别听周围 谁说 这不还那不还的 那都看着那不行 是那的 有能要他进去 你看他到底 别人看他给还钱吗 但你进去的钱 可没完事啊 该接钱钱 接钱钱 听懂吗 资讯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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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调解书 你自己签的 这不你自己签的 这不你自己签的调解书吗 这也无法判断 这不你自己签的吗 利息都不要了 全本级 利息不要了 没有利息啊 借助我现在借助 你知道啥 你这上有借据 两万四 利息一分利 最后你俩 那个自行达成的协议 一次性给两万四吗 别的没有啊 这不你俩自己严着的吗 你还咋的 你总说怀疑这怀疑那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找的不起数 还有点说的 不说的话找起数 你说那都能问的 那你别给你调解 三十年的话 都没有说的话 头五年头的起数 尽管五年头的起数 二十多年为啥不起数呢 还是给他钱了 给他调了 调了没有 没有调 有啥调 那你跟你怎么说 跟你姐弟弟整他 还要调啊 那是打调了 那是你自己 那你自己去 法律律师 那你变什么 头二十年钱 那你打调啊 那不打调 那你都借钱 的时候打调了 你还钱不打调 还钱的时候 一千两千 要的话给他打哈条 那你自己看 你到我要法院那 你给对方钱 你这几千万 我全给你打钱 你不打 你只能说明白吗 据我们了解 被这些人 自己说 在 1999年至今 在期间 偿还过 那个申请人 一部分钱 但是说的应该是 偿还给他哥哥 然后呢 但是他并没有 相应的证据 所以在 申请人 起诉之后 那个 他拿不出证据 情况下 那么他现在 也认可这两万四千元 如果真像他所说的 他期间 确实还过钱 他怎么来维护 自己这方面的权益呢 正常 你看咱们 平时明年借贷 你可能借钱 会打一些借据 对那还款还款我肯定要打一些 收据收条 如果他要真能拿出 相应的收据收条 那咱们法案也是会认可的 执行法官告诉赵连海 如果执行当天 偿还不了欠款的话 那么将会面临 强制拘留的惩罚 我现在 我有一脚球 我母亲的话能不能 各家门绕 刚才你打电话 咱们都听见了 听见不听见 谁哪个家族 第一你家有监控对吧 第二你家会有别的家族 你不得让他去你 去你家看见 交手之间 我结婚去不了 那刚才咱们听见 可不是这么说的 听见不听说的话 我结婚也去不了 老太太不想 你别拿老太说事 别拿自己来这说事 真的没怎么的 怎么现在没有 同情心事的 没有爱心事的 那能行吗 欠没钱 沿着怎么签钱 签钱好 换钱 说不定 你说现在 你别再跟我说这个话 你就今天能不能商量到钱 你别说 你别说你能改 也今天不改 你别说这话 没用 我能找到三千 听懂没 今天我能找到三千 一共两万四 还了八千 现在还剩一万六 绝对一万六 想办法 今天我能找到三千 没人跟你过不去 就这一万六的事 之前你不是说你家属什么呢 找圆盖沟通呢 如果圆盖放弃一部分也行 沟通 沟通不上 你这不能问着不 沟通不上就还钱 绝对两个办法 别的就别想 没有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呢 跟你家里的亲属 让他去去去上家里 去那个照顾好人去 咱们刚才都听见了 你别拿 哪件事你家 刚才你几个亲属 我都肯定要说呢 怎么呢 这不去那不去 这有五千 什么的 就让你进去 就让你进去 那是什么态度啊 赵连海的亲属给赵连海回拨了电话 告诉赵连海 申请人陈先生不同意他当天只还三到五千 剩下的慢慢还 而是让赵连海一次性偿还欠款 随后执行法官检查起了赵连海的手机 风刀中谁啊 我表弟 你表弟啊 我都联系的 我给借钱的 你看 他表弟说的话 这些妖心的谁是的 你欠钱的 你还有理 这不像妖心的 你看这他说什么呀 你看 具体一把钱没有 另外告的 法院具体不了我 家里还有八三三五 没人照顾 这啥 这别人教你的话啊 教我啥 我跟他跟我表弟说的话 那你这态度行吗 这什么态度是 你这还 妖心 远告啊 谁是给我借 远告 你看我跟我表弟啥说 我表弟说 你给电话给我 给我的话 我说今天给他三千 我给担保 那行吗 今天给他三千 我上的话 一月一给他打钱 我那行吗 我让他两口考虑 你要我担保也行 听他说啥 一听他跟他说啥 一说给担保 我那看他两口杀桌 你知道吗 我签的 他就问他 你要是有个担保也行 找一个有稳定工作 有工资的 也可以养着做个担保 你说做个担保 就今天给他三千 过一万一年 来给他 不行的话 那没有别的办法 赵连海想让他的表弟 来法院做担保 执行法官同意了他的想法 可是光有想法 赵连海的表弟迟迟也不出现 也无法实现呢 随后执行法官 又查看起赵连海的微信钱包 看看是否有还钱的可能 二年二十三年光收入就四万六 你看支出多少 我不管你支出 那是你自己消费的问题 那不不消费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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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收入你自己花 你自己转给钱 那是你的事 连续要支出支手了 对 你不连续支手 那不凡不止执行者吗 二二年收入 二十二万五千 四百三十一块一毛七 这是不 是啊 是啊 那这么多收入 咱不给钱呢 我的妈呀 那别人装我的钱 我连续怎么交 谁再干钱 二一年 少点 对吧 二一年少点 这二十一九年到现在这几年呢 看看 好家伙二零年 三十三万五千八 是不是都支出不了 收入微信的 你看支出多少 这门啊 你个不看支出就发关 你个原告支出吗 不是 那是公支钱 你装给我的 你装给我的 装给我的 装给我的 一年之后 原告钱 你就没再还过 那你是明天有收入 你还不还你 你收入那不是我的钱 那些别人讲 说那俩个有货 他转你的钱 我连续给那公支钱 那不是我的钱 是我钱 我给你 我那些钱 我给你 我现在是四多元 你看这支出多少 你看这支出多少 这都支出的吗 支出多少 你看一百 一百 二百 全都支出的吗 至于你支出消费什么 那是你的事儿了 这光二三年消费支出 这就两万多 对吧 除非你说人家 这个统计是有错误的 对吧 二十二年消费支出 这不六万多吗 执行法官查看 赵连海的手机后发现 赵连海从2020年开始 每一年微信都有大量的资金进入 可是就是这么多钱 没有一分钱是偿还申请人陈先生的 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 这里有多少是你的 你自己花在自己身上的 几乎没有 有多少自己花在自己身上的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啊 就是说了 加油钱了 加油不算花嘴 吃饭 吃饭饱了 没有 吃饭几乎没有 那不算 你算上哪个饭店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买个烟 没有 不会收烟 不会回去 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 没有 几乎没有 快手 手机充值 这不都快手 是转给快手 是吗 这不吗 快手平台 手机充值 对不对 这给北还的 这都叫你个人消费 听懂没 你给人圆盖 这几年给人圆盖 还过一分钱了吗 这几年就还了吗 这不便利店吗 这不液化器吗 这不都是你个人消费吗 别的我都不稀少 听懂吗 有钱自己消费 为什么不说还钱呢 那你这百八的看着不多 但对你这一万六千块钱当中 那你这赞的比例可能不行 赵连海有钱 却不偿还给申请人 在看到证据后 赵连海不再说话 随后执行法官看赵连海 仍是没有还钱的意思 于是准备 对赵连海采取强制拘留措施 那强制措施之后是像他所说的吗 强制措施之后就不用他再还钱了吗 并不是这样 所以可能他自己这么认为 强制措施采取之后 他依然还要偿还 这个欠背盖这个 欠申请这个钱 这意义是要立志虑